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晨 你到底对阁主做了什么 我没事 阁主 应该感觉到了吧 你就是那个非要见我的心境恋药师 秦晨 这便是我们单阁的阁主 萧雅 还不快快行礼 那秦晨 拜见萧雅阁主 自古英雄初少年 想不到阁下小小年纪 便已是一品烈药师 听说你要和我单阁做笔生意 不知什么样的生意 非要本阁主亲自出马 阁主大人默契啊 不如 让刘光大师将我方才炼制的一品真元丹拿来 让阁主品鉴一下 那好 我就看看公子炼制的丹药 是否真如刘光所言那般厉害 特等丹药 大到自然 不如刘光所言 报首无缺 客主大人 不妨品鉴一下此要的功效 真元丹而已 有什么不同吗 什么 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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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了 我会是这丹药 有什么问题吧 秦宸 你到底跟客主做了什么 我没事 客主 客主 应该感觉到了吧 你 是如何做到的 我只是将炼制的手法 进行了一番改良 药材的配比 也进行了一番优化 改变炼制手法 就能将这药力提升一倍 什么 这 同样的材料 药力却提升了一倍 这怎么可能 你们 也品尝一下 是 是 怎么会有药力 如此浓郁的真元丹 一枚的功效 抵得上普通的两枚不止 西数的速度 远超普通真元丹 这种丹药 若能在市面上流通 注意颠覆 整个大玄国的丹药市场呢 秦宸 你难道真的打算 将这种丹药 交给我们丹阁药 运营 说说你的想法吧 所有的药材和炼制成本 全由丹阁负责 我要利润的五成 不提供药材 不参与炼制 还要分五成利润 你这哪里是合作嘛 分明是抢劫啊 真元丹 本身就是薄力 我丹阁既出材料又出人力 还要分你五成的利润 着实是有些过了 你这丹药虽好 可我丹阁 却未必有多少利润 谁说我要交易的 只是这一品真元丹了 你什么意思 我这儿有一张 二品真元丹的上股单方 不知道阁主有没有兴趣 你说什么 这儿的东西 还没打开 他呢 我可以做了 你干吗 我可以做了 你可不可以做了